大家好,我是蔡蔡 因为前段时间上节目嘛 录了一段关于月经羞耻的段子 播出之后呢 就会有朋友来恭喜我 说,哎呀蔡蔡你的月经上热搜了 接着这波天的流量吧 甚至还有演员调侃我 说蔡蔡 你红了 接着这波天的月经吧 我就急了,咋接啊 就是我是讲了一段卫生间的段子 我又不是卫生巾成金了 而且还会有 就是那种姐妹特别可爱嘛 他们会在我的评论区评论 跟我说什么 许愿自己能够月经规律 不痛经 我就感觉我是讲了 别人讲了拓绣是拓绣的神 我讲的拓绣是拓绣的精神 然后播出当晚 其实我当时讲了一个段子嘛 是一个小哥 他会问我是要420厘米的卫生巾 还是290厘米的卫生巾 我以为就是自己红了 因为播出当晚呢 就会有一个卫生巾品牌来找我 我以为他会就是让我去代言 或者送我经费 结果都没有 他说要给我做一个2米9的卫生巾 我就拒绝了 我想这2米9的卫生巾能干啥呀 直到前几天 上海台风天 倾盆大雨 然后就有一个观众就在底下评论跟我说 想我送他一个2米9的卫生巾 放在阳台上吸水 我觉得太离谱了 他这才是要接触波天的流量 但是也有道理 因为老天爷确实比男明星流量大 但我就一直觉得有一点非常奇怪 就卫生巾的功能 其实它不应该是吸血吗 但我发现现在的卫生巾营销 大部分的都是在脱汉概念 有把卫生巾放在水盆里吸水的 之前还看到过一个非常夸张的 就是一片卫生巾啊 吸干了蓝色的海洋 我不理解 就卫生巾吸的不应该是红海吗 我一直以为能吸血的卫生巾市场是一片红海 结果还是一片蓝海 首先就正常女生来月经的量 大概就是40到80毫升嘛 然后吸整片海是什么情况啊 就是海的女儿 而且海王都吸不了一片海 能吸水也不等于能吸血嘛 对吧 道理也很简单 雪融于水嘛 这种特别能吸水的卫生巾 我感觉不适合女生经期用 就适合放在国产巨里面 吸他们住的水 还有一点我很不理解 就现在很多卫生巾品牌 就他们的包装就越来越卷 越来越华丽 还有什么设计师联名款 其实反正最后商家都黑袋子一装了 什么都看不见 而且包装越华丽啊 名字就越中二 比如什么公主 仙女 翅膀 我感觉几千年后 考古学家就能挖掘出这些包装 他们会以为巴拉巴拉小摩仙 是一部纪录片 还有很多卫生巾会在金身上印那种 特别可爱的蝴蝶结 花花 小熊 据说这么设计的初衷是为了缓解 青春区女生来月经的那种紧张和不安 其实出发点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我感觉没有女生会在月经都露到裤子上的 或者是卫生巾又湿又黏的贴在那个皮肤上的时候 会想耶 小熊在和我贴贴 而且很多人印的材质稍微动一下 就挤压一下就变形了嘛 有的还会凸起 存在感特别强 你就感觉平面的小熊都变成3D的了 这我就感觉与其把精力花在这种生产美丽的废物上 不如投入到工艺上 就像护书宝一样 给青春期的孩子上好青春第一课 而且因为很多女生来月经的羞耻 其实不是什么这种花花的突然能够缓解的 是因为身边的人对月经那种不可言说的态度造成的 特别说我初中的时候 每次我课间去厕所换卫生巾 然后就会我的男同桌就会凑过来跟我说 我知道你刚刚去干嘛了 这能干嘛呀 而且他课间都是偷偷的去厕所抽烟 就抽烟有害健康 那还要觉得自己特阳高 但我们女生就来着月经还要去上学 就边留学边学习 这简直 对吧 你们来着月经还要研究 我们简直就是铁血蒸蒸 所以我觉得比起用萌萌的图案 环节紧张 女生其实更需要的是生理健康的教育 男孩更需要的是教育 比起在图案和靴头上玩花样 却不如花工夫在材质和创新上 研发出真正懂得女生需求的卫生巾 就目前大部分卫生巾的原料 我了解一下都是纸尿库一模一样的嘛 就棉花 纸浆 吸水珠 三件套 而不是专门为精血设计的 了解之后我就发现 大部分卫生巾卖的那么贵 真的是贵没有贵的道理 所以今天来到宝典研发中心 就看到有那么多的女科学家 在研发卫生巾 我也明白了为什么 护士宝的液体卫生巾就跟普通的卫生巾就不一样嘛 就能吸干爽够轻薄 因为只有女人才最懂女人 然后唯一的缺点就是 舒服到真的就没有存在感 因为我们女生应该都会有那种精力嘛 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 就突如其来的被那种流量硬控三秒 对吧 站在原地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用的刚好是护士宝的液体卫生巾 我就会陷入恐慌 我就会觉得 啊 我是不是今天忘电卫生巾了 我就会多被硬控三秒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些女科学家很了不起 就你们能通过研发这么好用的卫生巾来赚经费 不像 就你们不像我 只能通过流量 有点羞愧啊 就是我这个假精神呢 今天来到这儿 感觉是遇到真正的经过英雄了 谢谢大家 我是菜菜